親子出遊來到高雄壽山動物園 獅子熱天躲太陽 不過現在他成為網路討論話題 有遊客拍下獅子心疼他太瘦 或是吃太少 認為動物園應該好好重視問題 的確照片上看 幾乎受成皮包骨 不過壽山動物園主任解釋是角度問題 他是呈現一個握織 握織就是我們像人躺著的時候 那他看到的照片 可能就會看起來好像是偏瘦 的確透過分割圖來看 呈現坐姿的身形看起來肉一些 但如果獅子側躺或趴著 骨頭形狀就非常明顯 遊客們也在現場討論起來 運動量不夠啦 這隻還好吧 還好 還好 稍微胖一點點 那個比較瘦一點 原方常到獅子小興 是在壽山動物園土生土長 99年生的 每天兩公斤牛肉和兩公斤雞肉 現在有一百五十公斤 進食量也沒問題 要大家Man還了 但過去壽山動物園 也曾有白老虎被遊客質疑 是不是一樣偏瘦 動物明星黑熊Bobby 瘦到像是穿不偶裝的攻讀聲 都讓遊客心疼 這回一樣是壽山動物園 換成獅子成為討論焦點 動物園掛保證 健康真的沒問題 是靠角度 讓小興看起來好瘦啊 三立熊連貫之類壁箱 高雄報導